大家注意看 這個人主角叫做絲絲小可愛 有定義庫拼到的人所 實在是很久有夠可憐的啦 沒有出一外的位 馬上就要出一外囉 大家實在是太鄉了 都還沒聽起來 我在這裡拜託大家聽起來 裡面會固定update 一部還有一部的精華 好啊 這期的影片就要開始囉 耶 到了大家 我是柯彬山 就是身後這一台 公益車出現了 2004年 伊莎姆四門的車款 兩年前跟我們買的 看起來好像也差不了多少 難免使用痕跡啦 我先看一下車 我們從頭看 看起來還行啊 電池還有我們換的 里程數現在是跑21萬 這椅子是原來就這樣嗎 那應該不是啦 這裡突出來 性哭這樣嚕 反而屁股還比較好 後面也是小方做的 後面這邊做的 有一些痕跡 對 外表 剛剛看就是錢包 我剛才沒有刮傷 我把後車槍打開 那這個加送一個小尾翼 那時候就是 伊莎姆跟Tierra是一樣的 對 屁欸 後面還滿的 這個應該都還下來了 這邊 有比較嚴重的在這裡 哦 冒進去了 對 這邊看起來是還OK 就是正常使用 欸 這裡有什麼東西 副駕這邊還算不錯 這個是霧燈嗎 霧燈 對 這一代好像通病裡面就是這樣 都會直接霧掉 我記得原廠真的很貴 有些會改外廠的一樣 看起來都是霧燈 基本上是這樣 好 我等一下請車主進來跟我們聊一下 為什麼你要想把這個車 把它捐出來當作公益車這樣 因為我找到我想買的車 我剛剛有看到 跟呆董一樣的 哇塞 我竟然路過說 這台不錯的 這台我的 好應該開這兩年 應該沒花到很大筆的錢吧 沒有 因為我大部分都跑高速啦 好啦 再次感謝謝先生 謝謝 參與我們這個公益車的活動 耶 拿到了銀票 收到了一台車子了 2004年的 伊莎姆 欸這燕氣的 燕氣SCA 燕氣的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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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謝 車主謝先生 還買咖啡送我們 對啊 好啊回去的人試車 好 還有喔 這個變速箱油就比較 這裡也有漏嗎 這裡也有漏嗎 這裡也有漏 這是像你說那些油風嗎 油風嗎 對啊 再來就是前面這一個比較麻煩 曲軸油風沒有漏 那它就是 上面有兩個油條 前後有兩條油條 啊那個油條呢 基本上都撐不久 這個通常都是油條在漏 啊所以那是拆油底殼就好 拆油底殼很精彩 它油底殼是兩層式的 這一層油底殼下來 裡面還有個隔板 其實它看起來都不錯耶 剛剛發動 引擎腳有點麻 你再幫我看一下 這一個 前面也斷了 引擎腳壞了 然後 油底殼嘛 肉油 這兩個 纏動軸的油風 過去軸現在看起來是還好 一噸氣四隻都沒漏油 大致上就這樣子了 有 有 換過了 只是放太久沒開 現在檢查好 再說 每一出事都是大師 那它現在 會不會有很多料 它時間久了對不對 店面會老化 就會滯水 然後 剛蓋裡面 它這邊有寫 貨 20萬 現在21萬 所以是 都沒多久 因為正常不會像這樣 紅紅的 紅紅的基本上 就比較有機率 有水 等一下看氣缸裡面 氣缸裡面 假設太乾淨 那就死定了 太乾淨就會死定 太乾淨就是水跑進去 燃燒之後 它就會清乾淨 所以不能太乾淨 太乾淨也會出事 現在在測水管 是硬的 感覺到 裡面 有東西龜裂 這是油的 看起來是油的 那種亮亮的 有沒有 這裡啊 那種彩色的 這是新玩具 這是 Laschetto的 它這個 原本的顏色是這樣 假設它 Laschetto 漏氣的時候 它氣會跑到水裡面 然後跑出來 它就會變色 變色就代表它漏氣 等它熱完之後 我們就會接下去 測試 這裡有 藍色的 你看 這邊有一點點黃黃的 有沒有 這就是變色 很明顯 所以我們先把裡面清乾淨 為什麼要等它熱 因為等它整個循環啊 整個水都有循環嘛 你這樣子 漏氣才會整個跑出來的 不然有時候堵在裡面怎麼辦 我要先加藥水 加到測試線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測 看會不會變色 然後水跑上去了 對啊 就連這樣都不會變了 那就是沒有問題 可以叫料了 好啦 終於要開始做這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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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水漏掉 油會漏一漏 它頭要打成這樣 還會漏 哈哈哈哈 沒有人鎖那麼緊的啦 沒力了 空拆這一顆 就真的沒力了 鎖太緊其實也沒有了 很好 因為你沒鎖緊一次啊 那個牙就會拉一次 最後牙就崩了 這樣就可以拍得出片樹香油裡格肉油的全貌 有沒有 欸它真的打很 很厚啊 很厚耶 是不是很厚 油還是噴的 對油還是用噴的有沒有 所以有的時候不是厚就比較好 它要剛好就好了 皮帶這樣堪心 皮帶是可以的啊 傳動軸都好的嘛 嗯 沒有肉 最簡單的水管先拆 對 因為剛剛拆油心已經沒力了 哈哈哈哈 用簡單的 呼呼 看得到嗎 滿滿的顆粒 看得到 你看這個街頭 金屬的地方啊 其實比較不會丟那個 橡膠管 比較容易丟那個髒東西 這個應該可以換了吧 這個應該不用考慮了吧 你看 都是泥沙 這個情況呢 我們就要先把它 水沖一通 不然我們到時候裝新的 又附著在上面 水箱應該不用換吧 不好說啊 不好說 因為我們這樣沖 其實它不會乾淨 等到最後 我跟你講這個熱循環啊 嗯 應該七八次 露出來水才會是清的 清的 如果是外面那種 洗水箱的支器 那個洗會有用嗎 有啊 要嘛就是已經洗乾淨了 要嘛就水箱破了 就是兩種 哈哈哈哈 這個太厚的情況下 它藥水就要用比較力 它用比較力 一定會咬穿 先把一些雜質沖出來 它只會沖刷 那些浮在上面 表面的 這樣沖完 裡面還是一樣 應該會一樣的 該在的還是在 這個時候有沒有 就前面這邊可以 這樣子弄 頭的地方 它裡面弄不到啊 這是秀嗎 對啊 這就是秀啊 你有看到一點點底色了吧 你就知道它多厚 這個其實 這樣刷有限 其實就是 發動熱了之後 它會更快 對 剛剛用剪刀剪 我看 這個水管 非常的精彩 都是 秀 轉角熱 對 哇 我們用另外一招 反正你都要剪 對 對啊 這條不要了 就這樣子比較快啊 不然在那邊 換下面這一節 下水管換好了 下水管換 這一條 新的 滑一下這個頭 這條 像我們管子進去 才會比較順 喔 藏那麼多 都那麼長 要稍微修掉一點 通常我都會多留一點點 這一條也是多很長 好了 再來就要裝新的街頭了 水管接上去囉 整車水管 更換完畢 這個 上水管 下水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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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處理 輕腳 上面的看起來還好 下面的都斷了 這都斷掉了 所以就把它換掉 新的 原廠貨 就這樣 有沒有 塞回去 然後螺絲縮起來 斷了 有沒有看到 依然斷裂 都斷了 都有 對啊 新的原廠的 是這樣子喔 再來就把它塞進去吧 稍微固定一下 現在就沒力了 不用鎖完 就是用意志力再鎖 意志力 對 已經不是用體力了 體力早就沒了 鎖完前腳的螺絲 好啦 圓的螺絲 怎麼拆 都已經鏽掉了 兩點 柴油是 果實 蠻多顆的 有整排 後面也有 兩個都肉油 對啊 這雞油 還是變酥香 Oh my God 這是 這清水泥的程度了吧 好了休息了啦 好啦 沒有辦法了啦 綠黃 綠黃 都是膠了 所以這個也要換掉了 沒有啦 就洗掉了 這個也先換啦 那個 那塊都是要拆掉 這個也要拆 不然會肉 這種東西就是不能偷懶 偷懶你上面沒有空有沒有 所以就都上面肉 我已經把最困難的油力殼拆掉了 靠腰啦 沒有一個洞自進的 哎呦 這樣就看得到驅斗啦 這個就是驅斗 連桿就在這邊 連桿的座 下座 從側邊找有沒有 就看到裡面 上面就火塞了 你看 這個膠完全沒有再客氣了 連上面這一層都是這樣 好啦 再來就是把這邊都清乾淨 只有這邊 會卡一些油泥 有沒有 燒焦的 啊這個其實都很薄 有沒有 刮一刮就沒了 這個其實算滿乾淨的 主要是要把焦弄掉 然後平面把它弄一弄 這一個你自己看裡面 哦 哇 都是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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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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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水箱洗好了 看起來非常的乾淨 因為我們這邊 油漏出來對不對 嗯 我們在安裝的時候 假設油漏出來 我們打焦啊 那個焦就沒有用 會漏 我們用完吃完之後 然後 放著讓它油 趕快一直滴滴完 滴完之後 我們安裝的時候 油就不會一次下來這麼多 安裝的時候速度就要快 所以要等它油滴乾淨 一點 再裝風險比較小 嗯 因為這個拆一次你也看到了 耗了這麼多時間 然後又備工 就是寧可等久一點 那一次完工 變速箱油也是一樣 變速箱油呢 會滴的地方 這兩個角落 對 後面這一片很會滴 你看這一粒喔 就是從這裡出來 從這邊流到這 滴乾其實也有一個好處 你換新油有沒有 會比較淡淨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這個變速箱油的殼 這個是新的濾 可以喔 那個舊的在地上 舊的就是這個 在盆子裡 新的濾網 補了 這樣就可以 等一下要把它周邊全部擦乾淨 打焦 各位這已經是第三天了 第幾天已經不終於要了 現在把油擦乾淨 擦乾淨 要再用清潔劑 要再過一次 擦乾淨 對喔 等一下要打焦喔 因為這個原本出來會有一些油 正常焦音應該這樣子而已 對 這樣看起來比較舒服 不是舒服 正常就是這樣子而已 正常就是這樣而已 你看這樣整條是不是都有封住了 對啊 有沒有 它就是一點點讓它壓下去 整個膨脹之後 它就會溢出來 上次就噴到外面去 上次整圈都是啊 然後肥肥的啊 重點是還會漏 這樣就可以 然後就要等它乾 明天再接壓就可以了 這個大小油條 不是吃的燒餅油條耶 其實主要就是這兩條硬化 哇 還會漏 下來了嗎 下來了嗎 還有一邊了 都會噴得滿臉都是 這一個就比較不好挖 好了 兩個 傳統左右工 這比較麻煩的是要對一下滑紋 它有左右邊 滑紋不一樣 雙錯就漏油 滑紋在這 好 它這個沒有分左右邊的 它是兩邊都有 它是兩邊都有 有的是單一項 這種是兩項 雙項的 先把這些裝一裝 明天就剩加油 跟加水 先先一次把它測完 好 來測看有沒有肉 先到裡面空氣擠一擠 好啦 看起來是沒有肉 先裝雞油心 你看膠全部都乾 也都硬化 所以基本上這樣子 就比較沒有問題 脂肪的就是這裡 好了 就等水吧 發動之後排一排 然後它就會固定了 這樣子我才比較不會有問題 下面這些渣渣都是洗出來的 其實也滿多的 原本更多 再洗一次應該就乾淨了 發了好幾次了 都是乾的 很乾淨了吧 渣渣還是有 這個就是到時候半年 然後或一年就要換一次 渣渣 加水這樣不行 這個救了 已經沒有救了 這怎麼洗也洗不乾淨 下來測試冷氣 會冷啊 主要是風扇會不會轉 轉了 好啦 好啦 我們先吃一下 那個避震啊 底盤啊 有沒有什麼硬音之類的 引擎不是都整理好了 引擎好了 肉油什麼都好了 處理好了 齁 花了好像蠻多錢的齁 大工程 時間也花很久 目前聽起來還好 其實它也沒什麼偏耶 還可以啊 其實一樣啊 你看 都有溫度的 其實OK 好累喔 我先看一下 喔還好啦 兩葉而已啊 比較簡單就是保養 換了機油啊 變速箱油啊 油底殼 油底殼的墊片 上下的水管 熱水管 有兩條L型的 還有傳動軸的油風 引擎腳 前後 水箱筋 工錢比較貴耶 工錢的三分之一以上了 FRODO 百年翁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耶 又完成了一台公益車了 耶 這台之前是要先上的 結果 維修項目太多 所以被插隊了 有些東西沒有用 比如說 外觀啊 這邊有吊漆啊 漆面都沒有特別的去照顧 比較有容易叼車的 好叼車 就是說車會派去的地方 我都會維修啊 欸他後車箱不是拉的喔 他這一代的設計是用暗的 唯一也是啦 結果可能都一頭啪啪的 唯一這就比較糟了 工具都有啦 備胎對 底下 備胎 對 備胎 其實沒有鎖起來 雷達應該也是加裝的 我記得輪胎應該還蠻新的 到時候就可能要處理一下 這要稍微擦一下 其實這個再補一下 不然是生鏽 輪胎21年的 輪胎還蠻新的 對 輪胎還蠻新的 對 這樣就沒問題了 那裝也有清過了 對 真的喜歡的話就可以 就可以來下標 自己斟酌一下 因為畢竟他老車了啦 喜歡記得幫我訂閱 分享開小鈴鐺喔 YA 開閃 蛤 你知道嗎 以前啊 去買東西啊 咖媽店啊 一百塊可以買幾罐啤酒 還有幾道香菸 還有幾個東西 對啊 現在沒辦法了 現在人一罐啤酒 不是 現在建設器太多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